到现在第四轮进入到了最混乱的阶段 任何球队在这个阶段都不敢放松 都有机会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排出的首发名单 这场比赛呢 中国队在门将位置还是赵丽娜 后防线2号刘珊珊 3号薛娇 6号李东娜 14号赵荣 今天后防线薛娇 顶替吴海燕 重新回到首发 在中场7号任贵心 12号王霜 19号谭如荫 20号张瑞 封线11号王莎莎和17号谷雅莎 今天韩国队排出的首发名单 门将18号金正美 后防线5号金杜岩 6号黄宝兰 17号金守娟 在中场8号赵赵贤 11号郑切斌 14号李文娥 进攻线上韩国队四名球员 9号李金文 10号池孝然 12号柳英雅和13号张瑟琪 韩国队的中场4号李文娥 应该说呢 韩国纽图在亚洲范围目前这个阶段 现阶段实际上韩国纽图的绝对实力和中国队相看不大 这场比赛如果双方看盘面能力的话 应该是个五开的比赛 而且韩国队现在跟日本队打平 它跟草原队同样也是打平 说明这支球队在进攻上还是有另一个能力的 那作为我们来讲 在防守上要多加小心 而且一定要在整体的方向上 斜坊上更加在意一些 更加细节拉得更好一些 如果说相比中国队前面的三个对手 韩国队在这个特点上要比这三个对手都更全面 它比越南队的身体冲击能力更强 它比韩国队的朝鲜队的技术 小技术要更好一些 它比日本队的这个冲击力和速度也要更突出 是的 但是相对来说 韩国队自身存在的问题就是 它虽然比较平均 能力比较全力 但是它又没有特别强的某一个点 所以中国队今天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发挥 在克尔特里上 其实中国队跟这几支球队来比 并没有占德大的下头 那再整理一下 我还真的是